小兰之前不是一直咬旺喜吗 然后咬丑丑 在家里打这个打那个 但是她没想到 丑丑有一天会长大 丑丑长大以后 她还被分到跟丑丑一个笼子 然后定定在笼子里被丑丑打 所以她不敢下来 特别没有安详感地挂到笼门上 想过去跟忘记过菜花主 但是忘记过菜花根本就不理她 丑丑只要转身 尾巴扫到她了 就会把她打一顿 当时她 当时她打忘死的时候 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种 小兰 小兰 你说你可不可怜呢 有点可怜 你说你可不可怜呢 又不是那么的可怜 还跑ée 请教您,请教主 请教主